顧問港大教授袁國勇都認同打了針 才准上班上學 他建議防疫策略轉手為攻 當明年7月疫苗接種率超過9成 就可以同外國恢復正常通關 潘耀昇報導 疫情兩年未見盡頭 雖然本地零確診整80天 七成人又打了針 但都還未同內地正常通關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教授袁國勇 建議效法與病毒共存的新加坡和以色列 推疫苗護照谷針 如果你是不打針的對不起 你真是默敬天責 你是要過身的 袁國勇解釋 因為長者確診之後容易變重症死亡 不過當大家肯打針 接種率夠高 防疫策略就可以突破 已經兩年了 這個軍官的大流行 再這樣下去也真的不是辦法 不可以再用這個手勢 就一定要攻勢 現在Omicron 拜半數據 都會說那個情況好像是輕微一點 這個是我們最好的機會 有兩個月時間讓一些人去打算 那你三月的時候 你就真的要那個筋了 就開始考對 就是看看個百分比 是否去到九個幾% 那你開始開放到一些低危的地方 去到七月大家一定有三針了 去到暑假的時候 你可以博一博全面開放 但是你真的去到九個幾% 你才可以全面 袁國勇說 如果期望新型肺炎口服藥面世 就可以不用打針 是錯的想法 他說新藥可以改變基因 影響胎兒 增加患癌風險 有線電視記者 潘耀星報導